今天是8月20号,2016年,星期六 也是我们乔氏葡萄园第三届丰收音乐节 请了很多高手过来,有唱歌,有跳舞,还有乐器 然后也有不少是美国朋友,他们也是一起跟乔欣在Hell Art一起学习,一起来表演为大家看 这是我们的大老板乔欣,他给大家讲几句 没有啦,我是已经退休了,就是今年我退休的时候,可太太已经做了正式的老板了 我们现在是西桃河 今天还有就是Elly Wins,有十几个朋友过来 他们今年不仅是有很多中国朋友,也有很多美国朋友 今天是中西结合,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音乐会 同时我们也有很多义工来帮助我们,包括我们的摄影高手唐和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在洛杉矶地区的华人社区里,活跃着一群文艺爱好者 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曾经是国内文艺圈里的知名人士 唱歌跳舞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个爱好,也是一种寄托,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乔家夫妇与歌会友,广交各界名流,连续三年在这里举办大型的家庭音乐会 心诚意美,令人钦佩 除了歌舞表演之外,我们还请来孤贵凤女士,给大家示范如何制作葡萄酒 原来,酿制葡萄酒的方法很简单,只要上网查询一下,就能自己动手 酿出符合自己口味的葡萄酒 本地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好,生产出来的葡萄颗粒大,水分多,糖分很高,是酿酒的绝佳原料 进来的天气十分炎热,葡萄熟得很快,有的已经熟过头了 我们每次有活动,总能见到花花和狗狗 他们姐弟俩是越长越漂亮的 欢迎你们朋友们到我们第三届乔市葡萄园的丰收音乐会 所以,感谢大家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 在这个颜色,一起赶过来支持我们这个音乐 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好,玩得好,也有一个美好的音乐享受 我们 м ways to多了 然后我们并且看待 through 我们也有一个美好的音乐 我们也有很多音乐 我们有一个音乐 我们也有一个音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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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